今次煮一個三文魚骨湯浸聖瓜 超市有一包三文魚骨 回來熔雪,然後吸乾水 然後一塊滾湯的豆腐 然後買一條聖瓜,刨皮然後切一條條 然後加兩片薑,除了這樣 燒熱鍋,一定要夠熱 現在魚骨吸乾水,放進去煎 煎完一邊,再煎一邊 煎到夠香,這個湯就沒那麼腥了 我們再煎一下 現在我們看這邊,已經煎到香了 現在就可以加水了,在這裏加三碗水 好,接著放兩片薑片 接著放一塊薑,放一塊薑 好,現在煎到幾個字,先煎到湯 好,待會再看 煎到幾個四個字,現在煎到兩大三個字 煎到汁,現在煎到兩大三個字 看看湯 都夠奶白 現在我們將杏瓜放下去 這樣杏瓜就不用煎很久 這樣杏瓜就不用煎很久 有少少爽爽就好些 現在放杏瓜,蓋過煎一會兒 現在焗了幾分鐘了,看看 先看看 試一下瓜的質感好不好 想吃軟一點就焗多一會 其實現在都差不多了 有一點爽就OK 接著我加少許鹽的甜味 接著可以加些胡椒粉 這個三文魚骨湯浸性瓜 就完成了